美国国会参议院8月7日以51比50的微弱优势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这项约7400亿美元的法案将增加对大型企业征税 应对气候变化 降低处方药成本 延长医保补贴以及减少财政赤字 该法案对利润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征收15%的最低企业税 通过对大型企业增税以获取税收减少赤字 高达3690亿美元的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气候投资法案也顺利通过 此法案旨在减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 目标是到2030年减少40%的碳排放 内容主要涉及五大方面 其中颇受市场重视的是法案的第二部分 重点覆盖清洁能源制造业 包括太阳能电池板 锋利涡轮机 电池 电动汽车 以及关键矿物在内的众多制造业细分 同时 法案对于美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带动效应也不容小觑 将通过税收抵免政策提升清洁能源需求 针对中低收入消费者 购买二手清洁车辆可获得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购买全新清洁车辆可获得高达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10年期消费者税收抵免项目 实在提高家庭能源效率并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在实现经济脱碳方面 法案包括促进清洁电力和能源储存的税收抵免政策 重点投资在2022至2026年符合条件的清洁能源电力公司 税收抵免可达30% 提高了对碳补桌 氢气生产等新兴技术的税收优惠 助推行业的盈利能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 对氢气生产的支持可能是气候投资法案中最具变革性的内容 尤其是针对由清洁能源生产的滤氢 滤氢将获得高达每千克3美元的补贴 预估计这已经超过滤氢生产成本的50% 航班追踪数据公司Flight Affair的信息数据显示 8月8日 全美有大约484个航班被取消 1817个航班被延误 由于芝加哥市的雷暴和大雨天气 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有多个航班被延误和取消 纽约 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的机场 也出现了大量航班取消和延误的情况 据悉 美国航空业一直在努力应对人员短缺 高油价和夏季旅行高峰的困境 洛杉矶县警察局称 在温沙山超速驾驶导致5人和一名未出生的婴儿死亡的妇女已经出院 并因涉嫌车辆过失杀人而被捕 37岁的妮可·洛林·林顿是一名注册护士 8月7日下午 她已被关押进林伍德的世纪地区拘留所 保释金为900万美元 据加州公路巡警称 8月4日下午 林顿驾驶她的奔驰车 以每小时100英里的时速闯红灯 撞上了几辆车 并导致其中一些车辆起火 包括林顿驾驶的车辆在内 总共有8辆汽车被卷入了这次碰撞 造成6人死亡 另有8人受伤 古巴公共卫生部8月7日表示 古巴最大的马坦萨斯石油储备基地被闪电击中引发爆炸 目前火势已导致一名消防员身亡122人受伤 在5日晚的风暴中 闪电的击中使石油储备基地中的一个储油罐爆炸开始燃烧 6日火势蔓延到第二个储油罐 并一度危及第三个储油罐 消防人员通过不间断洒水限制了火势的蔓延 根据古巴政府最新通报 第一个储油罐火势在7日下午已被扑灭 但第二个储油罐仍在燃烧 强救工作仍在持续 为了避免更多人员的伤亡 古巴政府已疏散周围居住的居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